这是一部好看到爆炸的高子良悬疑探案类英剧 为啥说好看到爆炸呢 因为他剧情事实入扣不拖沓神秘又刺激 一个男人在深夜被抛尸街头 还故意伪造成了肇事逃逸的假象 这里面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又为何会牵扯出一票政客黑帮呢 凶手到底是恩怨情仇还是家常理短 带着种种疑问 我们走进今天的摩斯探长前传第五集回家 故事开始与牛津发生的一起肇事逃逸案 从从赶来的摩斯一眼就看出了不对劲 这压根就不是车祸而是抛尸 因为现场根本就没有车祸的痕迹 就连最起码的玻璃厂子都没有 只是邻居们听到了一声轮台摩擦地面的声音 而死者的随身物品呢 都是一些火柴钱包之类的 对侦破案子毫无用处 不过就在隔天一早 巡警就在隔壁的街道上发现了一个公文包 原来死者是一名文学教授 可就在摩斯想要去调查时 教授的妻子就主动找上了门 说丈夫失踪了 原本昨天他应该和自己去看望瘫痪的女儿 可他却迟迟没有来车站接自己 但他妻子怎么也不会想到 自己的丈夫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 不过虽然摩斯也很难张开口 但还是通知了他去认领尸体 随后摩斯就开始了走访调查 他来到的第一站 就是教授工作的贝德利学院的办公室 而正在翻找东西的人呢 叫科恩 教授非常器重的一名弟子 在寻找一本旅行指南 顺便整理一下恩师生前借来的书籍 摩斯了解到教授易怒慷慨和气 反正就是挺好的一人 而他妻子呢 更是拿自己当儿子一般 经常送饭嘘寒问暖 不过就在科恩走后 摩斯却捡起了他刚刚丢结垃圾桶的报纸 上面的新闻引起了摩斯的注意 离开布斯山的最后一家农户 说白了就是开发商占地逼走农民的事 看来教授很在意这事啊 于是摩斯便找到了 牛津邮报的女编辑肉身 看看有没有什么相关的报道 还别说真有 那就是贝德利学院打算卖出布斯山的产权 好家伙 布斯山是贝德利学院的地 对 地不仅是学院的 而且还和教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不过摩斯现在还不知道而已 而就在随后 刑期四探长在调查另一起抢劫案时 在现任口中得知 最近牛津有俩陌生人经常出没 就在对面的月光酒吧里 何等两人来到这里询问时 一个人的出现却让气氛紧张了起来 这人叫维克多 伦敦黑帮的 说是退休了在牛津养老 可刑期四探长 怎么可能信他的鬼话呢 当初探长就是因为他 威胁到了自己家人的生命 甚至杀死了自己的搭档卡特 才在自责愧疚中逃离了伦敦 出来后的探长立马就警告摩斯 离月光酒吧和抢劫案远点 老实的去调查肇事逃逸案 看得出来探长很紧张 一定是有了阴影 而回到警局的摩斯 却在教授兜里的火柴盒上 发现了一串电话号码 可打过去听到是警察 对方就急忙的挂断了电话 哎我去咋回事 有事啊这是 摩斯顺着电话线就找上了门 原来刚刚接电话的人叫乔治纳 而火柴盒呢 则是室友朱棣 从月光酒吧拿回来的 她是那里的卖烟小女孩 但这妹子明显说话有些紧张 难道是隐瞒了啥吗 摩斯不解 可当摩斯询问室友 朱棣什么时候回来时 他又吞吞吐吐的说 呃 他今天搬走了 我紧张呢是因为没人一起和我交房租了 就这样摩斯没有得到任何有用的线索 但一想到那女孩在月光酒吧工作 电话号码又出现在了教授的身上 难不成他俩有感情上的来往吗 但教授的妻子却一口否认了 不可能没这事 丈夫绝对不是那样人 因为自从女儿12岁那年 意外坠落成了植物人后 他就提不起兴趣来了 可说到布斯三 他却很有话语权 因为布斯三正是教授的财产 摩斯不解 那为何又成了贝德利学院的了呢 原来一战结束后 为了逃避遗产税 他便把三捐赠给了贝德利学院 而最近呢 学院一直想兜售布斯三 他丈夫得知后 便觉得这违背了当初的捐赠精神 可所有权已经归学院所有了 而学院的所有人呢 也都想从中捞上一笔 丈夫也只能干瞪眼 没脾气 只是偶尔会弱弱的说上一句 安反对 难道教授的死 和这场贩卖土地有关系吗 摩斯立马找到了学院的校长 说你车呢 校长这老小子也不是散查 说我车被小舅子开走旅行去了 咋的也得半哪月才能回来 好家伙 把话绕死了这是 但案子 摩斯还是要查下去的 便拿着月光酒吧的火柴盒 打算去酒吧 找找 留下电话号码的租地 尽管星期四探长坚决反对 生怕摩斯会和曾经的搭档卡特一样 命上黄泉 但摩斯还是偷摸的去了 可就在他刚刚来到这里 还没有找到任何人的时候 就看到星期四探长气冲冲的 滴落着一个十字花圈 摔在了维克多面前 原来就在上午 探长的妻子收到了一封恐吓信 还有花圈 他一猜就是维克多干的好事 便特意来警告他离自己家人远点 要不然我垂死你 然而这帮人 不仅对星期四探长下了手 还对曾经报道过 兜售布斯三的 报社女编辑肉身一顿恐吓 甚至是打砸了报社 看来这些人显然 没把牛津警局放在眼里 不过坏事还没有结束 摩斯一直寻找的女孩 朱棣终于出现了 只不过他已经被人枪杀 死在了荒郊野外 而且法医鉴定 朱棣的死亡时间 远远大于室友乔治娜 说的最后一次 见到他的时间点 也就是说乔治娜说谎了 而这一次乔治娜也终于说出了实情 原来朱棣不仅是卖烟小女孩 还是特殊服务人员 并且他俩也是情侣关系 几天前 朱棣又被派去工作了 服务的对象 是一个政府官员 几杯红酒下肚 官员开始了 鼓吹布斯三的项目 还提到了教授 阻碍了他们的发财路 心里十分不爽 而自己呢 当时就在远处等着朱棣 意外察觉到了这个人 对教授有着明显的杀意 便出于好心 就把联系方式写在了火柴盒上 交给了教授 当晚呢 他们还见了面 把听到的消息都告诉了教授 而那个对教授不利的人 就是负责政府工程项目的高管 卡莱尔 他的目的和历届的参观 同样都是从各个项目中 想方设法的贪污公款 但卡莱尔却一口否认了 教授的死和自己有关 但摩斯也可以断定 教授的死绝对和布斯三的项目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而摩斯从教授家走访出来的 这一刻开始 各种可疑的线索 也就接踵而来了 首先是教授 位于伦敦的公寓里 发现了一封信件 里面则是一串数字385 虽然摩斯现在还不知道 和案子有啥关联 但这串数字 却是侦破案子的关键所在 随后摩斯又根据教授的随身物品 找到了当晚乘坐的出租车 司机说那晚7点30分左右 教授去了火车站 五分钟后他就出来了 摩斯不解 去了五分钟就出来了 难不成专门上了个厕所吗 不可能 来到火车站 摩斯发现 纸片上的385 正是储存行李的号码牌 原来教授 当晚把一个公文包存在了这里 显然教授一定是受到了 乔治纳的提醒后 意识到了自己的生命危险 所以才把能阻止 布斯山变卖的证据 藏在了这里 而里面其中的一些证据上显示 伦敦来的黑帮 维克多也参与在其中 与此同时 维克多的儿子 显然是已经知道了 这份文件的存在 便威胁星期四探长的女儿 转告探长别多管闲事 否则卡特就是所有人的下场 而得知了家人 再次受到威胁的星期四探长 看了一眼桌子上的证据后 正要和摩斯说什么的时候 却被一通电话打断了 原来摩斯的父亲得了重病 看样子已经是时日不多了 探长便把要说的话给验了回来 然而就在把摩斯送上火车后 探长哽咽的说了一句 我的女儿以后就交给你了 摩斯虽然有些疑惑 但火车已经开向了远方 探长则火速赶回到家中 找出了一把封尘已久的捉人手枪 妻子明白 丈夫一定是要去和维克多拼命了 果然星期四探长早就把证据 偷偷塞进了摩斯的包里 转身已然来到了维克多的月光酒吧 信了话 20年前你杀了我搭档卡特 又玷污羞辱我 直到离开伦敦 现在又来牛津威胁我的家人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可就在星期四探长身处危险境地时 摩斯和众多警察及时赶来 阻止了这场一边倒的火拼 原来幕后的黑手并不是维克多 而是他的儿子想分布斯山的一杯羹 而之前的那场抢劫案呢 也是他儿子干的 至于证据上的签名 则是维克多儿子仿造的 就是布斯山贪污案的涉及人员 维克多的儿子 贝德利学院的校长 还有政府官员卡莱尔 三人全部被缉拿归案 但他们只是犯了贪污腐败罪 并没有杀人 凶手而是另有欺人 而这个人呢 摩斯心里早已经有数了 他们又回到了原点 而恰恰就是这个原点 才是真凶 于是摩斯和星期四探长 敲开了教授的家门 摩斯也直截了当地开始了推力 教授的妻子 在教授被杀的那天早上 乘坐火车去了伦敦 10点40那趟车 而回牛津 则是坐的隔天早上 9点50那般 他离开教授 位于伦敦的公寓呢 时间是9点30分左右 还记得摩斯去公寓时 发现的邮件吗 警察证是在他走之前到的 而他却没有带回牛津 因此他在说谎 真相就是案发当晚 他早上来到了伦敦 因为他知道丈夫 要去贝德利学院 阻止贩卖贝斯山的事 便跟踪他 用某种借口骗上了车 再开到一个偏僻的地方 故意谎骗说车坏了 而正当教授下车检查时 他便用锤子 敲死了修车的丈夫 然后又把尸体 拖回到了牛津 放在了一处安静人少的街道上 伪造成了一场肇事逃逸 不过制造车轮摩擦地面的声音 他的确很聪明 但第一次行凶的他 还是因为紧张差点露了馅 那就是丈夫的公恩包 落在了伦敦公寓 于是他又连夜开车回到了伦敦 隔天把车盖好后 便乘坐最早的一班车 回到牛津 把公恩包丢在了案发地的附近 所以那封邮件 他压根就没有看到 因为信到的时候 他人已经离开了伦敦 至于之后被枪杀的女孩朱棣 则是被他误杀了 教授把乔治娜提醒他的事 全都告诉了他 于是妻子便跟踪 来到了乔治娜的公寓 可错把朱棣当成了乔治娜 在成功枪杀了女孩后 又返回公寓 拿走了所有义务 制造了他离开的假象 可这些推理 教授妻子压根就不会承认 因为没有证据一派胡言 但摩斯却找到了细节 那就是教授门前停着的车 里程表明显对不上 案发前车正好送去了检修 而之后教授也都是乘坐火车 往返牛津 并没有用到车 可里程表却无故多出了120多英里 巧了正好就是往返伦敦牛津的距离 而且只要是用车运过尸体 那座椅靠背夹缝里 铁钉会残留血迹 只要法医的结果一出来 一切就会真相大白 至于他的杀人动机 更是让人啼笑皆非 甚至让我的假发都甩出去了好几米 还记得教授女儿12岁时意外瘫痪 教授便从此没了野生活 而自那以后呢 妻子便移情别恋 把丈夫的弟子科恩当成了幻想对象 而且他一直坚信 只要时间足够多 科恩就一定会爱上自己 这也就是他的杀人动机 他怕丈夫成功阻止了 被四三贩卖的事 那科恩也就不会得到 属于他的那笔钱了 好家伙 简直就是为爱走火入魔了 单方面输出所有爱意 怪不得会给科恩送饭呢 可就在两人准备逮捕他时 却发现了一件科恩的上衣 好家伙 血 星期四探长立马去了书房 而摩斯则马上拨打电话叫旧车 果然科恩已经死在了书房 探长意识到 这老娘们心狠手辣 摩斯小命不保 不过幸好星期四探长及时赶到 摩斯只是被击中了小腿 逃过一劫 想必一定是科恩拒绝了爱意 所以才惨遭杀害 不过虽然案子被摩斯破了 但父亲离世的恶号却已经无法挽回 他明明有机会见父亲最后一面 但摩斯却选择在中途走下了火车 拯救星期四探长的生命 看着离去的父亲 摩斯手足无措 眼神迷离 也许正是因为年轻的摩斯经历了太多 人情冷暖 生死离别 才造就了之后伟大的银发大侦探 摩斯探长 就此摩斯探长前传的第五集 回家全部结束 而之后摩斯因为未能及时处理枪伤 中年的他将会面临跛脚的窘境 如果你喜欢江江熊解说的视频 还请多多点赞 收藏 分享 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本期点赞超过十万 我将会在三日之内更新 摩斯探长前传的第二季 敬请期待 请期待